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下午事件 这个美国警告提醒盟友 伊朗即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制的袭击 本来预计在今天 袭击的据说有情报有媒体报告 然后伊朗说因为美国的警告 在最后时刻推迟对以色列的袭击 现在美国已经对这个所有的西方的国家的航班 已经禁飞啊 就是到以色列以及到伊朗上空的 全部现在属于禁航区 更重要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 司令最高指挥官迈克·库里拉将军 及其指挥人员和总部的人员已经抵达以色列 正在位于伊朗的战争啊 做准备 这个一旦啊 伊朗打击以色列开始的话 很可能就会直接以色列啊 是全面开战啊 就是美国肯定是对伊朗直接的发动的一个威胁 就告诉你 你只要赶那个 那就是开战啊 这个就是彻底解决它啊 现在伊朗 伊朗有点怕 所以呢 有点推迟啊 推迟 这个林女士你这么看 你觉得这个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独裁专制邪恶轴心的一个什么心理 你分享一下 嗯 这个感觉是像如果他在背后 没有俄罗斯或者是中共国更强大的承诺 可以作为那种军事军备更大的支持 其实也许伊朗他就很难说以自己的武力 然后面对伊朗 对不起 面对以色列 然后面对美国这么强大的军力的国家 而且他们的这种作战的这个经验 还有对于作战的这种迅速跟他武器的先进 其实我觉得伊朗方面 他本身是可以比您的吗 他们自己应该也会去衡量一下 所以当中共国目前在经济方面的困难 然后对于俄罗斯方面为了扩张 又要去侵略波兰 又要去侵略哈萨克的这种态势 那等于中共国对于俄罗斯的支援 已经是蛮吃力的 那又要面对朝鲜 还有伊朗或者是伊朗或者是非洲其他的国家 还有南非对不起 那个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如果说需要的话 比如说委内瑞拉需要支援的话 那中共国都还需要这一些军事军备跟资金的资源 那对他自己本身在东海南海的这个武力方面 他也是需要去做配备的 所以感觉上这种战略态势来讲 其实对中共国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但是有另外的说法就是对于中俄如果不赶快趁这个机会去挑起一个全面性的战争的话 可能对于北约还有对于美国的军备来讲就会越来越完备 那对于中俄来讲他的那种胜算就会越来越少了 所以这个都是也是随时有可能去变化的 所以虽然伊朗目前是暂时的有一点好像是退缩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因素又会刺激伊朗 这个头脑发了 然后就开始攻打 或者是他就以这些恐怖组织他的代理人作为一个抓手 然后去攻击以色列 这个也都是说不定的 所以这个都还要再看后续的变化 路德先生 好 这个大家比较关注啊 随时关注的伊朗这里 就这个现在是这个情况啊 这个美国啊 看对他的这个警告 管不管作用起不起作用啊 应该有所有所作用啊 也有可能伊朗是找最好的时机 是吧啊 也是一个战略忽悠是吧 但是还要点亮 因为美国这次啊 很明显 已经摆开了架势 因为司令不司令都到了以色列 那肯定是全面部署啊 部署接下来的一系列的 全方位的作战啊 所以啊 还有一点啊 这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新闻 就是你看巴基斯坦江 啊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创建和训练的 一个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激进组织 叫做 扎伊纳比勇旅 列为了恐怖组织 啊 这个 啊 是伊朗背后支持训练的 都是在叙利亚作战 说今天早些时候 巴基斯坦反恐部门 逮捕了一名涉嫌 2019年刺杀一名 巴基斯坦高级神职员的嫌疑人 承开嫌疑人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 属于啊 这个叫做 扎伊纳比 纳比勇旅 大家看啊 这是巴基斯坦一个啊 特别的一个转向 啊 这个 也在戳伊朗 感觉就是伊朗现在是 好像啊 都在这里 全面的啊 就周围 你看巴基斯坦 这个风向 对于中文一朝来说 这个邪要中心来说 是一个啊 对伊朗来说 对他们这个 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迹象啊 也在挑伊朗 啊 你看 就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战争开始巴基斯坦 那肯定是美国的基地要对着伊朗去 一旦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基地的话 那中共和中巴关系啊 巴铁这个啊 是不是 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产生一些重要的变化啊 是吧 你怎么看啊 林女士 分享一下 对 这上路者先生分析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个恐怖组织 他们的强项 就是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当真正有实力的 美国跟北约这些 真正有实力的 那个军事大国 他们面对这些恐怖组织 或是这些中东国家 他们就没有再害怕 因为已经知道 他们随时就是对于全球的地方 要点火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也因为这个看清了这个俄乌战争 然后看清了中俄他们背后的阴谋轨迹 所以当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国家都有准备的时候 那对于中俄朝一来讲就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他们都只能够做这种超限啊 网路 嗨客攻击或者是无预警的这种突袭 或者是这些呃 代理组织的这些牺牲的 所以当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 其实在北约的部分 我们比较少在新闻看到 但是知道在内蒙古 对不起 所以蒙古国的新闻 它其实是很早在2005年 就已经跟北约有所接触了 而且在接触的当中 09年还有14年以来 就是在国防方面军事的训练方面 受到北约的支持很多 那我们也知道蒙古国的地理位置 其实是在哈萨克的旁边 但是蒙古国它对于阿富汗的这种影响 也是蛮大的 因为它也有协同北约 对于当初在2019年的时候 对阿富汗的这些军事的训练 做一个支援 所以阿富汗又跟巴基斯坦的地缘方面 有衔接 所以有很多 其实我们所不知道的北约的力量 其实都在另外一股 就是自由世界的军力 而不是只有美国而已 那这个因为有其他的相应的报道 所以看到之后会觉得 为什么伊朗它其实会忌惮 其实虽然它支持了很多恐怖组织的国家 但是实际上相对于法国或者是北约的这些国家 他们在中东的部分 还有在中亚五国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商业的投资 那在这个商业投资当中 他们为了要保护他们自己的矿产资源的这种投资 那也会相应的对当地的这些国家 做一个适当的有所保护 所以这个也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国际局势的复杂 慢慢了解之后会知道说当中牵痛的变化 所以就像路德先生讲的 也许巴基斯坦表面上跟中共国好像不错 可是实际上当要面临战争的时候 大家的眼睛还是会选择实力 以实力为基准点 那么巴基斯坦它也许就是 作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很好的一个左右手 路德先生谢谢 好 我这两天还有一个 就之前我们前面前两天说的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 这个放射源现在已经确定了 好像是俄罗斯核电站还什么泄露 离中共国东北这么近 中共国说国家核安全局说没事没事 对中国临近地区未造成影响 这是真的不把中国东北的人的命当命 他说没事就没事 俄罗斯你看 还有一个地区监测局 然后来测出来以后 进入紧急状态紧急模式 什么叫紧急模式 说白了 就是要防了 是吧 要准备要准备要 做各种防御措施 中共让他防都不要防 说没事 你看看 也不去谴责 也没有任何的 外交上的 这种第一谴责 第二就是交涉 日本之间福岛和处理水的释放 中共又是外交部 又是抖音是吧 全网在这里骂 现在俄罗斯 这都真实的 他们俄罗斯 自己官方都已经宣布了 进入了紧急状态 他们自己都承认了 几千倍的超标 中共一点事都没有 你说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政府 林女士你说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 所谓集团那种 集权政治的国家 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就是非常 在选择性报道方面 还有对于所谓的 这种附庸国的态度方面 就非常的明显 像这个就很像是 马英九对于习近平 气都不敢啃音声 不管习近平讲什么 都只能够微微诺诺 那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代表所有台湾人的心声 更谎论他的那种 民意在台湾 是跌到非常的个位数的低 但是只是因为他 所代表的一个 所谓他的党 然后这个党又跟 共产党结合 那就像习一样 习对于普丁 他也不敢啃音声 那因为中俄结盟 所以他又是有抓手在 普京的身上 所以他只能说对普京 对俄罗斯就是唯唯诺诺的 不敢啃一声 那这种对于良善国家 对于美国 对于日本 对于西方自由国家的这种 拔护跟这种恶眼相向 你看他对菲律宾 也是还有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对台湾 只要是不合他意的 或是不能够被他所侵吞的 那这个他都会恶眼相向 但是面对于这个 把柄抓在手的这个俄罗斯 他对俄罗斯不敢啃一声 那就很像是他的附庸国一样 所以可以看得到习的态度 中共国的态度对于俄罗斯 那就很像国民党 对于中共国的态度一样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就是极权国家 他们的追恋 那这样子的体系 能够真正催生出 对于整个人类的科技文明的前进 有好的有健康 真正的平等 然后真正有互相尊重 然后对于法治是尊重的 这一个发展道路去提升吗 那个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觉得 当看到这一些的新闻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应该要被淘汰的这种 所谓的共产主义 法西式主义或者是极权主义 这一些是不符合 整个世界潮流的趋势 那在这个整个巨轮的滚动之下 这一些都会被淘汰掉的 所以当我们为了整个人类的 这个进程来着想的时候 那这个选择对的选择 美国跟北约 还有西方的这种 自由法治的价值 然后尊重整个国际法的规定 这个都是对于整个全球 真正的和平 才是最稳定的一个力量 路德先生谢谢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不要点赞分享 谢谢周围观众观 谢谢林律师 再见